大家好,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古壇事件》 我是司機禁的李浩德 在我旁邊有司老闆蕭榮青先生 亦有袁麗昌,Derek 第一節,通常我們要說一些政治上的話題 今個禮拜,其中一個觀眾都很關注的 就是美國總統來到亞洲 有些具體的東西出來了 或者請教一下司先生 剛才他們說了一個印太經濟框架的安排 在這件事上,對亞洲區或對我們來說 香港或中國其實有什麼格局發展 會有什麼特別的看法呢 我建議給袁麗昌國 先說什麼叫印太經濟框架 首先很多人都會把印太經濟框架 和之前的TPP或CPTPP 即跨大白羊貿易協定去比較 但大家都知道 當特朗普上台,美國就退出了 之後日本就改名為CPTPP 但日本一個人支持不住 沒有美國其實也沒有特別的意義 所以這次其實 這個印太經濟框架 其實在去年10月 那個東盟峰會已經 美國提出過 但當然沒有什麼內容 之後美國就提出了 它的印太戰略 但那些人就說 就是那種資料出來 至少在這些經濟層面 貿易層面究竟有什麼 所以它現在就要做一個 叫做印太經濟框架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它實質上 不是一個 我們了解的自由貿易協定 因為他們發現 自由貿易協定有太多限制 當你已經有十幾個國家 你還要全部都要它 可能沒有貿易壁類 又低關稅 其實不是個個都做得到 現在它就是 都是找回它的鐵膽 即日韓、澳紐、星馬太、越南、文萊 印尼、印度 當然唯獨沒有了中國 其實這個 你說經濟體也好 其實它都佔全球經濟的 GDP的四成 暫時其實都知道 其實這個東西是用來針對中國 它主要有三、四個層面 其實最主要都是 講一些供應鏈 講一些數字經濟 講一些環保、清潔能源 還有當然有關稅 或者其他東西 今次我想 它都幾刻意將供應鏈講後 大家也知道 其實現在我們都知道 現在我們用些貨也好 其實整個貿易都很多都是 講中國和美國究竟 會不會脫鉤 譬如現在中國又經常都封鎖著 那些貨又進不了去 又出不了來 所以我個人覺得其實這件事 其實都是行中國之害 因為既然你 即是你 北京你決定又是清零的 又是封關的 那你不如就 我把你的廠或其他東西遷到其他地方 長遠就是 你既然想脫鉤 我就成全你 我覺得是有這樣的戰略的含意 我認為這個基本上是政治容易多 比經濟上的合作協議 因為印太 如果以這個區裏面最大的經濟體 就是中國 一定是中國 跟中國的聯繫 現在我相信這些印太國家 是多於跟美國的聯繫 他就拘捕了美國入例 就趕了中國出去 那些印太呢? 是美印太差不多 美國是其中一個成員 那當然是中印太還是美印太 如果你說印太而沒有中國 你作為一個經濟合作組織 那個效用是有限的 有些人亦都說 這個組織是想發展到全球為中 全世界來為中國 那我自己覺得 美國當然現在是部署這樣做 希望拘捕他們的盟友 其他國家一起去孤立中國 圍堵中國和中國脫歐 但是如果從整個世界來說 應該美國能夠組織到的 主要是已發展的國家 即是西方國家 美國、歐洲、印度 其實不算已發展的國家 相對落後 比中國更落後 但是他在亞太區 他不算是印度洋 亦都是一個以人口計 將來影響力 很多人估計 譬如三、五十年後 印度排第二 還排得先過美國 講他的經濟發展 他在這個區域與中國關係相對 有身受救援 又有實際的領土上的爭執 美國拘捕他進來 想增加一些反中的實力 但是如果全球說 大部分未發展的國家 非洲、亞洲其他地方 拉丁、美洲 以國家計 在聯合國投票支持中國 應該是壓倒性多數的 但是以後面所代表的經濟力量計 當然西方國家的 經濟實力是大很多 中國現在處於的景況 其實應該按照毛澤東說 誰是我們的敵人 誰是我們的朋友 這是最根本的問題 中國之前一段時間 其實應該盡可能對待美國的態度 和對待歐洲的態度要改善 對待歐洲的態度和對待東盟 和其他國家不同 但是支持他在爭取歐洲的時候 美國成功過他 但是這個也很難怪 因為我怎樣理解 美國拉歐洲 拉發達國家容易一些 因為自從工業革命以來 西方國家主導整個世界 歐洲連美國加起來 我相信都是百億左右 七百億左右 全世界有幾十億 八十億 十分之一的人口控制了整個世界的資源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之中 第一個擺脫了貧窮落後的局面 不是可以出來想分一杯筋 因為現在全世界的資源 除了其他人養歐美可以很富裕 如果其他發達中國家 其他發展中國家 都想過這樣的生活 地球就想不起 所以中國就破格 破了西方主導整個世界的格 所以是威脅不止美國 威脅歐洲、日本 這些先發展喜相利的國家 所以大家都有需要 按住它 以維持的舊秩序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自己看中國接下來 遇到的壓力會很大 因為其他 除了有意識形態的衝突之外 實際的經濟利益 民生的利益都息息相關 但是不止西方的領導階層有衝突 從西方整個普通人民 要維持現有的生活 都不可以給一個13億 14億人口的國家 想過他們的生活 因為現在中國人的生活 都已經改善了很多 食的蛋白質又多了 用的汽油又多了 做多一個 大家都沒得吃 所以簡單來說 中國就拉了第三世界國家 想去立西方的東西 西方就跟發展左的國家 首先搞掂中國 我想大局是這樣 剛才阿施先生說 這個經濟框架 其實背後就是政治 那個意味比較多 其實會不會再進一步 不單是政治上 變成一個軍事上高的 好像北約那樣的一個模式 接下來會不會這樣發展 將所有東西 除了經濟 逐步逐步 將大家放在桌上去談 想當然想 現在北約上次都找日本 一起來開會 實際上就是 我相信 如果北約 連澳洲紐西蘭 加拿大本身就是 但沒有什麼軍隊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共同 你會形成一個 即是組織一個 軍事上的 體制去壓抑中國 最重要是有軍力 因為如果你找東南亞的 那些都沒有什麼意思 他的軍隊 但如果你說澳洲 日本 越南都可以打 這樣就有些意思 因為今次剛剛 美國總統 其中兩個市場都很關心的事 第一就是關於一個關稅 有機會可以考慮一下 另外關於台灣的問題 這兩件事 比如Derek或者施先生 會不會有些見解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關稅其實現在 只是看來救火 因為有人說 如果取消關稅 美國的通脹 可以減回一點多 即現在你都知道是8.3 雖然你說 要他去到目標 什麼意義還很遠 但如果原來你做 少許事都可以令到 有一個比較立剛 究竟一些一點多 我想其實他都 他都願意 但你又見到 即原來拜登政府 好像表面上 都是很針對中國 但原來 都當要解決問題的時候 當然要到中國 他都要 連這些辦法 他都要去考慮 台灣那裏 我們知道 拜登 其實他經常都 不知道是否假裝 說錯話 他經常都要 當然他為了國內支持 他一定要說 他要支持台灣 這個很正常 但後面之後 就會有人跟他 會出來說 不要啊 我們一種政策 對中國政策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所以今天 在師官碟都見到 見到師生的看法 那我都覺得 其實 到現在 但我覺得 到現在 其實都沒有說 什麼戰略模糊的了 其實你都知道 現在美中 其實真的 已經要爭 那個地位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 如果真是 讓中國可以統一到 就是台灣 其實他的實力 會增強 和地緣政治的 那個位置 會增強很多 其實對美國 真是很不利 所以 以後 我自己的預想 如果他真是 中國攻台也好 或者其他 其實中美一定是接近 一定是差不多開戰 都沒有什麼 其他太多選擇 所以其實 美國 對台的政策 是在改變 以前 真是戰略模糊 去到打不打的問題 美國是避開而說這件事 現在 就不止一次 說了幾次 這次就趁烏克蘭戰爭 烏克蘭你不打了 你將來 台海有事 你打不打 他是很簡單說 是 即是打 不是遮遮掩掩 我認為 以前 美國是不想為台灣和中國打仗 所以他對民進黨是禁止的 叫民進黨你不要說 因為中國條紅線 你不宣布獨立 他可以不動字 你一說獨立 他就會用兵 所以美國不想打 就禁止民進黨 但是現在中國 即是已經威脅美國 所以美國即使沒有台灣問題 美國有些鷹派都主張 來一次沒有衝突 也好 即是先行退攏 削弱中國的角力 用軍事的方式去削弱中國的角力 台灣反而變了他的牌 他不是不打 他是找機會打 所以以前是遮遮掩掩 現在就間中講句 接著找人兜 因為現在 我都說要找機會才打 現在機會未到 我認為 即是中美之間 將來打的機會 是大過烏克蘭和俄羅斯打 烏克蘭是內陸國家 即是一打又和北約拉賣 戰爭會擴大 台灣 你守住的海峽已經夠了 即是你要保護台灣 就守住台灣海峽 台灣海峽很寬 最窄的都是126公里 你守住的台灣海峽 就起到保護台灣的作用 台灣海峽 即是打空戰打海戰是美國的強項 只要美國不去攻擊大陸內地的軍事設施 這場戰爭就可以有一定的局限性 就不是那麼容易擴大 美國一樣不打算和中國打核子戰 但是這個可以受控的戰爭 它不排除和你打一場常規戰 Derek似乎好像前瞻少少 接下來美國的國務卿 都會似乎對華政策有些演說 這件事大家信不信有特別期待 或者你會覺得有什麼東西會出來 值得大家關注一下 上一次 即是月初 就說布林肯 中了COVID 所以他就不能說這些東西出來 但我相信其實這個都是藉口 現在各人都用藉口推遲 因為當時都是打烏克蘭那些為主 他又很忙要幫歐洲安排一下能源 所以就推到現在應該26日就會說出來 但我相信其實這個都是很… 它是要用來滿足有些人的批評或者訴求 因為有些人就說 現在你支持烏克蘭打俄羅斯 那你以前不是說中國才是頭號對手 那你現在還是不是呢 那所以有些人也都說 你的中國政策 其實我這麼久都看不清楚 你拜登政府的中國政策是什麼來的 那我想他這次其實 即是你見拜登已經 又訪問了日本又韓國 又有那個會議 現在又做了這個印太 其實他要做什麼已經所有人都知道了 說真的 但現在他就我想都是要釐清一下 首先中國就是都是頭號對手 那他想講些要講些具體一點的東西 我想這次會多一點點 可能一些價值觀上 或者一些意識形態 多一點點 因為以前經常都說 我們是競爭對手 我們要怎樣很公平的競爭 那其實大家都覺得 聽得都很無忍 覺得很空泛 我想這次藉著 我好戰爭都開始慢慢明朗 可能再有一種再施壓的含意都未必 我自己估計這篇演說 你可以看回特朗普的副手 彭斯文在幾年前 那幾精彩的演說 他作過一篇關於中國政策的演說 我相信脫離不了那個框架 大部分是接近的 最多那時候就講多些疫情 現在就可能會有些失敗 就是大的框架 都是將中國看成美國的威脅 西方的威脅 自由世界的威脅 是一個邪惡的國家要一起對付他 這個就是大框架 我覺得不會變的 具體的一些處理 譬如之後怎樣對待中國的上市公司 怎樣對待中國的工科技企業 可能有些具體的東西出都不定 但是制約中國 盡量減少給中國和世界可以連線 藉助到全球化利益 即是去全球化 以達到制約中國 以去全球化作手段 我相信這些內容多 好 這一節就差不多 多謝阿德玉和師先生 第一節講完 我們下一節回來 講一講關於資本市場 和經濟的最新情況 第一節之後 還有一個小彩蛋 大家留意一下 究竟施老闆怎樣看 我們應不應該撬腳 下一節回來再見 有錄嗎 我看到有個觀眾留言說 我們不要撬腳 有沒有關係 為何會有這樣的留言 為了你的健康 說健康的人就說不要撬腳 會歪掉一些 我覺得有什麼叫不要撬腳 我喜歡撬就撬 最重要是叫女婿不要撬腳 有什麼理由撬腳會影響健康 人這麼差勁 撬腳就會影響健康 不要逛街 記住今天的彩蛋 關於撬腳這件事 師生養生變 快點我們撬 撬腳影響健康 真的嗎 這樣也能撬得出 這樣也能有人相信 這個世界 好呀 蘭德先生回應 這個要做彩蛋 第一節的彩蛋 我老婆相信 但有時空心不動 人說你又相信 說得出道理才行 影響血液運行 血色轉彎 又沒有避 跳來可能會避 那你就轉一下 zzzzzz 你